柯文哲 妻子陳佩琪 二十號在被檢聯 依證人身份傳喚到案 移送北檢覆訊 兩個小時後 請回離開 請問今天住在哪裡好嗎 為了釐清柯文哲戶頭 其餘不明資金來源 檢聯三度傳喚陳佩琪作證 上午由聯證署問訊六小時後 再被送往北檢覆訊 目前陳佩琪被傳喚了很多次 但都沒有轉換為被告的身份 恐怕是沒有直接涉案的證據 因此沒有轉換為被告 及作證的原因 恐怕是在釐清相關政治獻金 以及多次ATM存款的相關金流來源之後 為了確認這些款項 是否有不法的原因 檢方今年兩天提訓李文宗 朱雅虎 兩人羈押期下週滿兩個月 延押或是聚保停押 本週五僵是關鍵 就看檢方如何出招 我護手一億美金 我真的護手兩億 我說真的假的 柯文哲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 自爆有人開價兩億美金 請他當副總統參選人 網紅486告發後 北檢今年四月還傳喚 柯文哲道案說明 北檢偵辦後認為 除了柯文哲說法 查無其他證據 有人喊價 已於今年簽結 打臉阿伯的兩億說法 如今金華城案進入收尾階段 柯文哲的供詞是真是假 就等檢方查個明白 閃電新聞和某種宣語 SU小組台北倡報道 柯文哲說法